他专注收集 倒腾旧物古玩 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当时这个是在研究所 就是属于第一批 再找伴儿他别的不看 就一个问题是底线 坚决不能跳舞 啥舞我都会说实话 我不可能说的 按照对方的想法 你要这种态度的话 那就是还不如我自己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麻将不跳舞 我不想找跳舞的伴儿 原来不晚即将播出 缘分不分早晚 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 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59岁的陈川东陈大哥 一进陈大哥家的门 红娘就发现了 他家里古香古色的 地上放着一个几十年前 快走不动道的大钟 柜子里摆着一个个 掉了褶的瓷器 还有一本本 破旧翻边的小说 陈大哥说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他这些年 就是专门收集 导物等旧物来赚钱的 大哥所说的这些旧物 不是什么古董 就是有年头的老物件 这些东西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一文不值 但是在喜欢的人眼里 那就是无价之报 大哥说 这跟找伴是一个道理 靠的是缘分 那陈大哥今天会不会遇到 他的缘分呢 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是陈大哥吗 你好你好 姑娘小官 陈川东59岁 离异年收入3万到10万元不等 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40平米 大哥今年50几 59 59啊 快60了 那你可真不像啊 不像 太不像了 长得年轻啊 像五十出头 你叫大哥不介意吗 不介意 你给我进去瞅瞅 可以 大哥 你这家里 我在感觉你家里这个东西 有点古香古色的感觉 你看这个钟啊 这个柜子啊 这个画啊 钟是咱们长春出的 是当时这个是在研究所啊 就是属于第一批 就是说刚坐下这个钟下吧 刚是比方要出上头皮的样品 那大哥这值不值钱呢 值不值钱 几百个小孩 这个画是不是假的 就是真的就是那啥了 这是朗世宁 做于雍正六年 公元1728年 他朗世宁做的 他的原版 真地在台湾夺过 大哥这东西还都是有点讲究的呢 大哥你听你的话好像是对这个还比较懂啊 稍微懂一点点 你是啥喜欢这个呀 挺爱好的 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雾丸呢 就是属于旧物吧 文丸系列也 目前来说就靠这个生活 靠这个生活 我没有 我没有固定收入 就是这些年 就是靠这些玩意收我 从陈大哥家的摆设就能看得出来 他是个爱好收集旧物的人 仔细了解后 红娘才知道 陈大哥不仅喜欢这个 而且他现在就是靠倒腾旧物来维持生计的 那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哪收的呀 不一定 如果比方说 厂的是有八宝的地方 比方说有时候市场 有大吉 德州了 北京了 或者天津一带的 反正这一带 这基本上出去跑 去卖的地方都是啥地方啊 都是市场 比方说了 开广交会啥的 几乎等一下待的时候很少 因为有时候也是收啊 也是反正收完就是换点好的留意啊 不好的换点钱 去全国各地的广交会市场去买卖旧物 是陈大哥现在日常的生活状态 不过陈大哥对卖旧物 还有个特殊的情节 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哪怕他能卖个好价钱 陈大哥也常常使不得卖掉 都拿回家里收藏了起来 这个是50年出的 这是啥呀 梁山博以住人台 梁山博住人台 那就这个小东西那咋能看出来 它是 这个属于说啥呢 属于广东石板词 它是词有讲究 对 那人家比如说你就仿一个这个词 这个东西一般仿不了 它现在出的东西和过去出的东西也不一样 能看出来 就是它的瓷脂 它的脸和它的眼睛 鼻窝都不一样 它这里的颜色 颜料都不一样 那大哥你这个东西就像这个梁山博住人台啥的 得多少钱呢 这个我买条大约就是三千多吧 这个就是喜欢摆那啥 因为它的意义非常好 梁山博以住人台 有情人终胜愿主 是不是 对 一提起家里的这些老物件啊 陈大哥那可是张口就来 而且说得条条是道 看得出来 陈大哥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收藏经验 陈大哥跟红娘说 那是因为这行啊 他已经都接触快半辈子了 大哥你就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戴戴拉拉有三四十年了吧 我从小就比较爱好 从八有说十来岁的时候 我们邻居他家老头有时候就讲 老头也挺喜欢我 就说一说他老师吧 他那年就是 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就九十多 他就告诉我这个钱帝了 就是怎么辨别 这个词怎么印 比方说这个画怎么印 清代的画 紫章是啥呀 用手一捏摸出来 手就能摸出来 听完就像讲故事似的 反正我就是从这开始 就开始喜欢这些东西 那咱们一次的 比如说要是好的时候 正常的情况下说 卖一次收入 我不知道是按年算 是按月算 是按次算呢 是咋算 这个东西有时候没有所 卖得好的话 那就是七八十多万的钱 几天呢 几天四五条 反正这个还行 还可以用钱 我就是不干这个 干点别的也能挣它钱 陈大哥跟红娘简单算了一下 他靠收集倒腾旧物赚钱 好的时候 每年能挣二十多万 不好的时候 每年也能保证 至少三万块钱的收入 再加上他明年就退休了 陈大哥过去在纺织厂工作 有二十多年的工龄 退休金每个月 也能开到三千来块钱 陈大哥说 其实他在经济上 一直都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挥的手艺多 只要想挣钱呢 总会有路 我挥的比较多 比方说嘴天汗了 比方说按冷气了 钢筋混准土 基础我都能指挥 那你为啥不干别的呀 我对人比较不愿 为别人管 就是比较自由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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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女儿养大 又买了房子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但刘大姐却跟红娘说 这其中的心酸过往 只有她自己最能体会 如果不是因为当初那段不如意的婚姻 她也不至于这么辛苦 走到今天 给那个风机挪到厨房里 啥那么去盖子 她就那么不讲理的人 我那边住的那个质保主任啥呢 这是我家常客 经常挑戒 那你们吵架的声音太大还是啥 往一块儿盖 多少话 得啥拿啥打呀 全是伤 面对家暴 刘大姐一边恐不堪言 另一边又觉得离婚太丢人 绝望之下 她甚至想到了死 那是孩子气不碎的时候 忍受不了了 我喝安眠药 一瓶都让我喝 活不下去 对 不想活了 据刘大姐回忆 幸好当时抢救及时才让她死里逃生 但从那次后 刘大姐终于明白 她连死都不怕 就更没有必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她的婚姻了 1992年 刘大姐和丈夫离了婚 并独自带着女儿开始了辛苦奔波的生活 长存市都让我住遍了 我家孩子小学就上四个小学 我走到哪儿就把孩子带到哪儿 那时候房费都交不起 朋友帮忙 帮我一个朋友 我的朋友特别多 就是都是干我们这行的嘛 他借给我八百块钱 那我现在永远急 完成又啥活呢 他也是干这行 他收活 完成也给我弄了一堆裤子 那像个山似的 裤子可多了 把我没黑没白地干 就多给你倒点活 对 完成我把那个钱还上了 我还有余的 就这样挺过来 通过刘大姐一步步的努力 才走到了今天 如今女儿已经在上海定居 刘大姐没有任何负担了 现在的她只想找个可心的伴 共度晚年 找最起码得比对我好的 这是最主要的 经济来源 别喝大酒 刘大姐就想找个对自己好 有固定收入 不喝大酒的另一半 她和陈大哥会是彼此的缘分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大哥 我们来了 来 请进 来 请进 你好 快进 给你俩正式介绍一下 陈春东陈大哥 刘盐刘大姐 你好 你好 进吧 穿鞋进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可以可以 干净不 挺好挺好 然后还有一个 你看你看家里头有字画 有实物有这个非常古板的实物 还有这些东西 你猜测大哥是干啥的 好像弄不完吗 还行吗 收场旧物是说 平时我没有固定收入 就只有这些东西 收这些旧物换点钱 暂时没有固定收入 有时那个没到退休 领到退休金的时候呢 大哥是有单位的过去 国营企业 对 国营 然后60岁以后 就可以开退休金 今年50 50几年 数63年的 数兔 我是67年的 数羊 年龄挺香的 银长还可以 银长还挺标准的 银长还挺真实的 一板 一板是啥意思呢 没有心动的感觉 那咱也得了解了解 因为这个岁数呢 你找还是找人 对你好的人也很重要 对 演员呢 一定是往后放一放 其次考虑的 是不是 行 那你干这个 就是做这个活呢 那都去哪儿卖货呀 像说利耀桥了 有市场的地方的 像说锦州了 德州了 北京了 天津上海了 这些地方 这也挺好 俩人一起走也可以 我愿玩 我也喜欢旅游 这些年 海南 西双版纳 热带雨林 晚上还有 丽江啊 大理啊 华东武士啊 这都去过 那都要愿意和我去 可以 如果他想上哪儿留的 那些随便就劲 可以随便去哪儿 听刘大姐说 他也喜欢到处走 陈大哥很高兴 本来就对刘大姐 印象很好的他 开始表达起了自己的诚意 我得很简单 打个比方说 如果你能把这个家安排 妥妥当当的 啥都不用我管 那比方说 我挣一块钱 都能给你 断车 我就扶着那挣钱 那我挣多呢 多给你 挣少呢 少给你 退休金卡归你 钱交你自己 买买买买买 对 这态度很好 我不求什么大福大卫 真的是够幼就行 不用说的 给有多少多少钱 我还有一样你可以把 我的手机给你24小时监控 这点你放心 可以啊 你看哥哥 在社会有没有什么烂糟的 不良的习惯 我的印象来都是 走到一步来一步 走的正行的正 反正我这些比较时尚 就是说那个什么 爪弯抹角的话呀 说点翘鼻嗑啥啥的 我很笨嘴 就是说那 我这个男的就是 比方说 说不说休闲 你能不能来放心 很正直的一个人 嗯 加分不 加分 加分 大哥是个好人 是个直性的好人 这一项呢 确实放心 听到陈大哥说 自己对再找伴后 经济上的安排 和平时为人的一贯作风 让刘大姐 对他的印象 改观了不少 不过此时的陈大哥 还有一个很介意的问题 想问问刘大姐 只要是不打麻烟 不跳舞 别的没有啥太大介意 我玩的东西 我几乎我不喜欢 我不愿 我不愿抽热闹 所以说我 不喜欢跳舞 一般的走到 湿热闹 湿热闹 我不会打麻将 跳舞 偶尔也会 因为朋友聚在一起 跳舞跳得啥舞 啥舞 啥舞我都会 说实话 我家跟前 我两分钟就能到舞厅 但是我不总跳 跳不跳是我的事 其实这个舞这个事吧 大哥可能是有点偏见 不是 就是交集舞的话 也不一定说的 跳舞的人都不是好人 就只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是 他为什么说 他说舞厅离我很近 我不经常去 接受不了 为啥呀 因为说现在的舞方 我说话不太 他比较直 跳跳跳到一块肚子去了 你跳舞 又接着舞跳舞 你比方 你到舞厅跳舞了 花十个钱买张门票 进去跳舞 那你这个方式和 去朋友聚会跳舞 是两个性质 这个不是说我介意 那你比方说 你跟别的男人跳舞 你到 花十个钱买票 我不会跳 进去了 你连我进去 你男人做我跟别的男人跳舞 那你说我丑能得劲吗 来说实际 那换句话来说 反过来是你呢 你不会跳舞 我今天跟哪个女人跳舞 那你说你心里怎么想 你要会跳舞的 就没有这些想法 因为我毕竟也 咱都是成年人 对不对 已经毕竟四十 都这个四十了 也就是说 那有些东西呢 也见的比较多 尤其我球很合地走 那比方跳跳跳到块头里 那咱还说 那就可能有 这种人也有 是不是 我身边也有 可以理解 我接受她的想法 但是我不接受她 这种我做不到 那里边也不一定说 都是坏人 社会就是个大染方 那你要想学好 你就是好人 你要不想学好的话 你在啥地方 你在光天化日 你该不学好 还是不学好 陈大哥很介意对方跳舞 虽然刘大姐表示理解 但她并不接受 要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 除此之外 在跳舞这个问题上 其实陈大哥 还有一个介意的点 那你比方说戴家 你你出我出去了 比方说 你说戴家戴家美养子 我到游厅跳舞 比方晚上我回来 进屋来维吵 饭菜都没有 比如说一打电话 一打电 给你打电话 我们得八点回去呢 你自己忙 你自己正在上 你自己吃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我就是说 那肯定就要建议 那比如说我戴家戴家没意 那我擦的地面 我手ом擦的呼噜 我都也是 有的人好像有时候我不知道别人 我要是说没啥事啥 在屋里干点这干点那 我俩的性格想法都不一样 为啥说呢 因为我喜欢这些娱乐的东西 我不可能说的 就在家像大哥说的 我天天擦个地收拾屋子 我不可能是这么做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因为我忙一辈子了 孩子已经大了 也不用我管了 那个上半辈子我已经荒废了 那我后半生 我只认识按我的想法去做 我不可能说的按照对方的想法 你看钱多得少点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你那个房子你够能休息就行了 我的我也有一个小房子 我也不是说没有地方住 是这样 就是精神食量也很重要 你要这种态度的话 那就是还不如我自己 对 那就是日久天长 这就是个矛盾的点 因为是性格不一样 他好敬我是好动那种 大姐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人 大哥是一个稍微薄手一点的人 对 我属于旧的回事 他是个好人 但是觉得不适合我 谢谢大哥 谢谢 谢谢 你看本来陈大哥对刘大姐 哪儿哪儿都相忠了 但一唠叨跳舞的话题 俩儿一下子就产生了分歧 刘大姐性格好动 喜欢跳舞 爱好广泛 晚年她就想活得随性一点 陈大哥坚决反对跳舞 性格好敬 就不喜欢凑热闹 只想找一个 每天能让她吃上口热乎饭的伴 俩儿都觉得彼此不太合适 那告别了刘大姐之后呢 红娘又给陈大哥介绍了 同样住在长春市的赵秀梅 赵大姐 是不是赵大姐 你好 原来不玩的红娘 你好 赵秀梅53岁 离异 打工收入2000元每月 居住地长春市 这是咱家呀 是 哪个房子是呀 这个房子 这个 就是一趟 完了走一个院 这是一个院的 这是别人家呀 那你就等于就这个小屋是你家呀 对对呀 男性屋 就这个屋 这面积都不大呀 30多 30都不到吧 就个人住反正 就咱自己房子呀 不是我住的 租的房子呀 没有房子 那咋还跟这租个平房呢 那租楼不 钱多吗 这有便宜 这一年就2000块钱 你可是住多少时间了 我来八年了来长春 就住这了 没动的 赵大姐跟红娘说 她老家是内蒙古的 过去一直靠做面试为生 因为和前夫感情不好 半年前赵大姐离开了老家 来长春投奔了女儿 问题我还教的啥呢 我教医疗我一年就钱了 我教49年 今天教5年了 你还得再教14年 你教14年我看病话不花钱 等我起死的时候就返回来 那家给返回来 我个个一年得一万多费用 你要是住楼合不上 就住这小房子一个人就行了 习不习惯呢 习惯 回事 行 嘴上乐观地说这习惯 但谁都知道 这习惯的背后 是赵大姐无愿说出的坚强 她跟红娘说呀 自己这大半辈子 没想过啥福 晚年真想找个 能互相陪伴的伴 好好生活 赵大姐对找伴的要求 再不是不过 陈大哥又会不会 是他期待的那个人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陈大哥 你好 我们来了 来 不用管鞋 我还快进去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快走吧 正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赵秀门 赵大姐 你好 陈春东 陈大哥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进 姐大哥你领着 走 走 走 挺没事的 看看屋里头 家里头 你看吧 怎样 挺好的 是不是挺好啊 然后你看大哥有好多东西 这些古香古色的东西 你看出来没有 什么钟啊 什么这个摆尖啊 这些东西 你猜一下大哥是干啥的 说不懂的 不懂不懂 救务就是说 救务吧 对 挺好的 一般的 一般的还干不了呢 还行 哪还行 具体说说 咋的 砸猴也行 家也行 挺好的 挺干净 厉生的 今儿看天实在行 没啥言语玩 好像就丑 不是说那么就是太入心的 也不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人善良 孝顺 过日子行吗 先了解了解吧 初次见面赵大姐对陈大哥印象不错 陈大哥对赵大姐呢 却没太心动 不过经过红娘劝说 他也明白 到这个年纪了 只要人足够善良 演员也可以先放一放 所以陈大哥还是愿意再继续了解一下赵大姐的 但前提是 他要先确认一下 赵大姐有没有他最介意的那两个爱好 我就是要求这个就是 我不允许 也就是说你这打麻将了 跳舞了 对我来说没事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 不留的就是上班 肯定两点一线 不说蚊子 没啥也好 没有 还可以 还挺满意 不打麻将不跳舞 是我最想找的 陈大哥建议的问题赵大姐一个都没有 这让他很满意 随后陈大哥也表达了自己再找伴的诚意 我没有固定收入 我没有固定收入 其实比方说卖在啥 反正就是卖多多方卖点少 我到六十岁以后能够退休 哪个单位啊 我国陵节以帽房子上 开能开多些啊 两三千块钱左右大约 要是等到六十岁呢 再加上这个就是卖这些旧物这些收就等于有两个收 陈大哥就想找个能把家料理好 不让自己操心的立法 这对赵大姐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两个人的相亲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戏了 但此时的赵大姐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陈大哥这个工作会不会需要到处走呢 上哪卖去 一般有时候在本市有时候出外地 出去走着卖啊 哦 经常出去 像说了 荆州了 沈阳了 德州一来的 天津 北京 上海啊 哦 那你这出去一下多长时间呢 你出去也没准 不一定 比方说我要是说你要是不去的话呢 比方说走在一起的话 你要不去的话呢 那我就是到哪儿舒然舒觉就回来了 哦 不像要不像我自己 你自己走那哪是家了 对啊 到哪一搬的到偏米山去了 那就是在那儿租小房 几百我现在一个月 一呆 呆一呆半年 哦 还有这时候呢 嗯 我不想走那样的 他都走去走的 你走走多长时间 为啥 我感觉不踏 反正我觉得有点 这摇纳走啥的 我不太理想 我不太理想 干啥事啊 对 我不喜欢男生摇纳走 这一走走 走老乡时间 就是不放心 你在外边干点啥 我也不知道 跟啥似的 这点就很放弃 我非诚说 这不行接触以后 手机可以 24小时 你可以随便看 我的手机 我爱好茶 因为我在说 就是一不拉脚印 一般后 大话啊 我有爱人 软事 大哥都说了 手机24小时给你看 出去的人 跟女性之间 也保持距离 这个也不行吗 他说 说是说 那谁能说 格外干啥呢 反正我就是 我想找的呀 理解 理解 就是 人家可能是 想找一个 稳定收入的 我这么多年 把死身体 一般的我不愿意干 假如姐喜欢旅游的话 这以后要是 能走到一起 可以跟家大哥一起去 别当旅游了 还别挣钱的 我不喜欢出去走去 我就是想挣钱 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 这种的 踏踏实实的 白天看不着 晚上能看着我 主要是想要稳定的生活 对我俩 都一致 思想不一致 我就是不喜欢这 没点 没事 出击住人 可以做普通朋友 可以 那就说那不大哥 行 没事 希望你能找一个随心的 没事 谢谢 你看看 上一次相亲 刘大姐喜欢跳舞 这事让陈大哥没有了安全感 这一次相亲呢 陈大哥的工作性质 又让赵大姐没有了安全感 都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 让两次相亲都没成功 但要说这真正的安全感 跟爱好啊 职业啊 都没啥多大关系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的心 在不在一起 心要是真在一起了 这些自然也就都不是事了 那也希望节目里的大哥大姐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那好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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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